这期和大家分享四种超级妇态相依 印堂平龙 两枚之间叫做印堂 代表一生的钱财 事业 婚姻 如果这个位置有很多的杂毛 杂纹 或者受伤 刀疤都会影响财运 印堂开朗平整 光滑无杂毛 没有疤痕皱纹 那么财运必定不错 二 臀腰丰满 臀部是否后视有弹性 代表了是否有发财的本钱 所谓本钱不仅仅指普通意义上的金钱 还包括智慧 运气以及健康状况 拥有丰满腰臀的人通常活力充沛 有非常好的金钱运 三 足纹网状 大多数人脚底的文献指纹少横纹多 实际上脚上的文献一定要有数有值 成网格状 这样才能很好的将财运网住 金钱自然留在身边 如果脚底板上只有横纹没有竖纹 那就代表奔波劳碌 而且存不住钱 因为经常奔波的人脚底指纹少到几乎没有 四 手上有财运线 无名指根部的竖纹就是财运线 右脚成功线 如果有 无论做什么事都顺利并且赚大钱 小指下竖直的线叫水星线 这条文线长而明老 也代表财运线 书名财运很好 有大笔的积蓄 好了 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困惑看视频左上方咨询 欢迎关注本频道 每日分享相学相关小知识